英哥你好 我说有个事情比较苦恼 我说了自己的状态 我会今年下半年秋天的时候过去加州读博士 我那个老师是个华人 他是新当的AP 博士省里面有一个比我早入学半年的 就是去年的秋天入学的 我跟他加了个微信 稍微聊了聊 我跟他相处得很不愉快 我没有跟他爆发这么的冲突 然后他就是那种恨村党 你知道吗 到处就是拉踩咱们村里面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感觉要给美帝当狗那种感觉 我这个人就是 我平时就是 我生活里是不太想谈那种跟Polity相关的东西的 我是比较纯粹的 我不爱谈那些东西 他经常跟我聊两句 就突然来了一句 要拉踩一下咱们村里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别举了 太敏感 我大概能猜到你要说的就是这种人 他们是什么样 我跟你说一个非常 非常一个你可能不愿意认可的一个话 你如果还没学完 如果你在那个本地 你还没完成你该完成的学业的话 你先不要跟他们刚 别跟他们刚 你先把该学的学完了 你再跟他刚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 你不需要跟别人说的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励志的话 就是这些人到最后十有八九是不可能回来的 他愿意在那个地方待着 但实际上200多年在国外 这些优秀的留学生 实际上咱们抛出人品来讲 论能力他们不比任何人差 很牛逼 说实话没有这东西 人家美国也不可能给你抛出 那个他们所谓的橄榄枝让你留下 明白吧 就是让你让你留在美国 你纯混的 人家不可能给你抛个所谓的橄榄枝 让你留在那个地方 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 但是 呃 这些人最高就是上到中层 你甚至举例子 举不出来一个高层 我今天看那个卢克文工作室 就是 卢文克工作室 我看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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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里面说的那个那个故事 我就觉得很很受感触 就是他跟他跟那个他跟那个 当时同学就像你这种啊 当时同学有人出了国以后 他就要留在那 卷子也很有优越感 完了一说一些家里面 这不好那不好话 在人家那个卢克文工作室 对就是呃 他就就要留在那 然后实际上他进到这个公司了以后 最高他就上中层 而当时你要是选择你站 你站家里面这边 你觉得家里面好 实际上你就不可能 到时候你你就不可能 愿意留在国外 你可能回国发展了 或许在那些年代 或者某一方面 我们确实是不比他这个 不比他们当时的这个 啊 卢克文哈 对对对对就是 我忘了卢文克还卢克文了 就是 你或许某一方面是不比人家高高级的 你回了现在属于雪中送炭 他留下属于锦上添花 你可以不抛出家国情怀 你可以不怨他 但最后他们在相见的时候 一个非常尴尬的东西什么呢 你代表家里面这边跟人家对接的时候 多年以后 家里面这边什么一个情况 你跟人对接的时候 你是作为家里面最高档次的 你去跟人对接 见的也是他们公司最高档次的 他们在一个办公室 在一个美国的一家公司 重新聚会的时候 去的是什么 去的是人家这家公司 只有中层以上 中高层和高层 才能去的这个餐厅吃饭 然而 你的那个曾经秀悠悠感同学 连他们中高层的餐厅都不配进 他虽然只是个中层 他是个中层 但他那个餐厅都不配进 但跟你原来是同学 若干年后 你一定会见到那种 就是说家里面不好啊 怎么能着的 哎这不行那不行 觉得自己挺牛逼 觉得自己看挺懂的 他们以后一定会见识到这东西 实际上此时此刻 距离九几年那时候出国的 2000年初出国的人 他们现在就已经感受到了 很多层面 就是包括科技啊 生意啊 领域啊 有钱人呢 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说他们有那种想法 他到最后 就是这个人他到最后在美国 他如果已知最高就是中层了 实际上他的人就已经卡在那了 你没有必要跟一个认知上不去的人 去计较 再说说到说到细节说 啊他说这东西 老说家里面这不好 那不好啊 怎么怎么的 他要不是因为说这些东西 如果认为家里啥都好 他也不可能留在那个地方啊 他也不可能对人家盲目的崇拜啊 觉得我在这块 我给贡献了这东西啥的 我人就拿我那当人看 最后不会 不是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吗 所以说这些人到最后 他们能得到结果你已经清楚了 你都已经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样水平 那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对 你没有必要去跟他计较 你计较啥 你把你该学东西学完了得了 那种人留在美国他觉得多好 兴许肉干年后 网络上又出了一个 那么我不禁要问 一个博士生毕业 为什么在美国捡垃圾 那可能就是他 未来的可能 下一个可能就是他 对吧 我也确实是不想搭理他 但是你看现在我还没跟他见过 就是我还没去上学呢 就是他经常给我发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一般就是不回 然后或者说我就向下见容他嘛 就给他发个大拇指 发个OK 发个表情包 我就不想跟他聊这些东西 然后也不知道他在以为我有兴趣 还是以为什么的 就是反正他就算给我发 你就不用搭理这种人 你就秉着一个 看傻的态度你先看他 你观察他 你观察这种人他留下了以后他什么样 他能混成什么样 就是说个纪念的事情 就是未来的至少说四年吧 我们就是在一个实验室嘛 而且实验室目前就是我去了之后 可能只有两个人 我们两个学生 就是不管怎么样 肯定平时的生活中 一定要有各种合作 或者各种科研的任务相互配合 嗯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在某一个时机跟他讲 就是说我不喜欢谈的这些话题 我也不想听他那个 要不要直接给他挑评 他就说我还是顺着他来 我就是 你没变成他 他能决定你什么东西啊 他对你会有什么影响 感谢盘龙哥跑车 就是我们在那边的老师是接到美国那边的NFS 就是那种国家自然基金嘛 然后他会拆翻成很多个小部分 然后我们是各负责各式的部分 感谢盘龙哥车队 但是你会有联系 嗯 会有联系而已 他不是你的上级 他也不是能决定你什么东西的人吧 说白了 你得罪他也没问题嘛 得罪他的话 我就是觉得说 因为这个组里就只有我们两个学生 要是弄得很难看 我估计就是我可能读书也不会特别顺利 因为感觉他整个人就很偏激 但是被PUA 被人PUA的第一步 就是懒得跟他反驳 这个第一步永远不会错的 不是有人上来一听你一句话 哎好了 我就怎么着了 感谢在人间的那个年度会员啊 就是那个 没有人第一句说我说一句话 从此开始你被PUA了 第一件事都是开始我懒得跟你反驳 然后慢慢觉得 哎呀我也碰上了 怎么回事呢 开始怀疑自己 然后开始慢慢的赞同 被PUA都是这样 从这样开始的 你也没必要 就是说你说不搭理他 他要继续说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 就是咱俩就不聊这个了 各有各的观点 他要分得飞 你搭一车的话 你说你说 你去找大头鹰搭一车去 这个东西 我不管他学历不学历的 肯定搭一车不够我 因为他说的东西有没有道理 实际上 实际上跟你就觉得国外好 我说实话 就算今天你说出一点了 或者说出十点了 确实你看这东西 国外确实是 好 好他不是针对你中国人好 这是底层逻辑 你如果是针对中国人好的话 我们留学的也好 移民的也好 也罢 就不会今天被人细分 单拎个品种出来 就不会把留学那么多门槛 这以前啥都让你学 现在这不让你学 那不让你学 然后限制你的名额 然后你这里面充斥 大量咱们家留学生 在本地一工作 挂上OPT 满了时间以后 直接申请H1B 往上以前是直接就给发绿卡了 对吧 他直接就给发绿卡了 现在为啥让你抽签 为啥百分之十啊 他要他要在这个 这个这么一大群人里面 可能一半都是咱们家的人 他你太多了 我不给你了 我抽签百分之十 我就给这些名额 抽谁算谁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什么 这是他的态度 他对你官方的态度怎么很友好吗 他是背后藏马刀 不是他对你官方态度也不好 于公上面来讲 家与家之间 关系就一般 现在明摆死脸 都已经开始干上啥了 这个神圣不可侵犯 那个神圣不可侵犯 我把你产品抢了 你剥离出去 你产品 你剥离出去 咱说TikTok 对吧 学业上来讲 这不让你学 那不让你学 品种上来讲 单独给你拎出个品种 未来的走向已经这么清晰了 你去舔 你说这东西都多好啊 是 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 他也保护了他们本地的这些商家 比如说人家说那个脸书会受益 没错吧 如果要是把TikTok撵出进去 就这种行为都已经以人家家大人这个层面去官方介入的话 其实对你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那你在舔他的意义是什么 不用再不用不用讨论戏的什么事 你看这个层面 那个层面你就讨论出这个事 今天是这个事 你看他这个东西 他对他本地人是不是好 是 但不包含你 他他再好 他不是你家 他不是对你好 那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道理 我觉得他应该想不明白 他要 所以说 所以说你你能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你跟他就不用辩驳任何事情 他再好他不拿我当自己人呢 我就你就这么你 既然你是到博士这个级别了 给我统计一下 你说诗歌也好啥也好 麻烦你给我统计一下 全美每年各个领域出的论文里面 能排上第二作者的 中国人分别有哪个领域里面 一共有多少个 连你不是第一作者 连他们第二作者都排不上 你实验室是用卖力啊 我跟美国尖端实验室 你不混第五作者都混不上 你干啥 你比人学的差 你汇水墨鱼进去了 你拖人进去的 那都是个顶个的人中龙凤 顶尖的学业领域进去了以后 完了给他排第四第五作者 完了印度人跟着排第二 完了你在你眼里看这些印度人 说话他都说不清楚 他拿啥凭啥呀 他来都没来 为啥你不是自己人 你不是人家的自己人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跟他辩驳什么事件 什么国内 这个上面这个这个不好 那个上面不好 不用跟他辩驳 你让他明白这道理就行了 如果他要跟你辩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说 我怎么跟他说 我得罪他好不好 我就知道他再好跟我没关系 就这一句话 他再好跟我没关系 他不是对我好 就行了 你不用舔哥们 你愿意怎么舔怎么舔 你夸出舔来 他不是对我好 就完事了 嗯 他就是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想反驳他 或者想跟他冲出话题 就是先不要升级冲突是吧 那你不用成功冲突 你就说哥们 你说这个可能是 确实人家那边这个制度 这个政策啥挺好 但我感觉他对我们的这个 身为中国人来讲 对于对我们这个态度不好 包括我就是 对我留在这他对我也不好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好 对啊 你当傻子看他别说啥说啥 但是你的默不作声 一定是被POA的第一步 你可以不用有力的回击他 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表态说你咋俩别聊这个 别聊这个聊啥呀 他也不是非得跟你聊天 那不就僵了吗 我跟你讨论了 我跟你讨论了 你说的好与不好 我不在乎跟我没关 就好了呗 嗯 是吧 嗯 然后就是假如说 我又算了坏一点 因为我感觉 我现在聊微信 他就整个人就很偏激 就是我前两天还跟他聊了一下 说TikTok有很多那种black joke 就是那种很黑色的那种很低域的笑话 嗯 大概是讲 比如说一把枪里为什么有38子弹 这个黑色笑话你听过吗 没有 那没听过 你说38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学生课堂 平均人中的30人 哈哈哈 然后 就是还有各种 确实挺冷的 这个 确实挺黑的 哈哈 然后还有就是跟 就是调侃各种要不然是基督教呀 或者是那种神父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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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别聊宗教的 没必要就是这个东西 你到那以后你自己去感受吧 你这样 你不用怕说去了以后没朋友 必须得跟他 然后整得很尴尬 嗯 你那个钢铁匣干嘛给窝 钢铁匣 钢铁匣滚出来 钢铁匣没在 你这样子 我让他们拉你去那个 我在我在北美加拿大和美国 有一个就是全都是博士啊 什么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的 那么一个群 你可以跟他们去认识认识 无聊的时候你跟他们去研究 你到那必然会没有朋友的 肯定会 你要觉得孤单 你去找他找他们就好了 除了里面有个叫小宝搬家 你不用打理他 就是都是这高端的 就那小宝搬家比较比较比较差一点 咱也不知道为啥非得进去 嗯 拦不住他 钢铁匣给磨屋啊 那个你找OGO就行了 你找这个OGO OGO是在哪啊 我看见了 看见了 你跟他资料 你让他拉你进去 你有啥这个出去了以后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你直接找他吧 完了如果有一天学业有成 归来了就业成问题了 不到上哪去了 没有手里没有资源 你再问我 还有一个刚才有没有问完的 就假如说我有一天真的跟他有些冲突升级了 因为感觉这个人非常非常偏激 就是撩背心中看出来 有没有说比如说北内那边有没有什么官方渠道 不管是学校也好或者是Garrowman那边也好 能给我一些反馈的途径 就是能够支持他这种行为 给我截图 给我截图 给你截图 你可以骂他 对吧 好 骂他有什么后果 没后果 没后果 昨天我 你可以查一下我昨天迟迟直播鞋片 大马路上你俩互相打完了以后可以这么搞 你打一架都没后果 因为前天就前两天跟他聊那个 就跟他顺便提了一下那个地狱笑话吧 他就各种就是把自己当美国人了 就跟我说说什么不要聊收听的那些东西 说你这个行为在我们学校是什么要被开除的 就跟我把自己当美国人了 甭停的吹牛逼 你乐你的 像这种这种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说 因为这个东西我 我反驳他的概念了以后 我会不会被开除 这种东西可以统统上群里面去问 问你这个不同学校的不同领域的师哥们 我想未来这个四五年 他们都已经 这么恶心的人一块生活 这四五年 你说不定你学的领域里面有个人一样的 你这中间互相都是什么博士 AP在那边待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谁跟你一联系 你转校了呢 说不定啊 你去认识认识吧 你老跟一棵树上吊死 这种讨厌的人 很那什么的 完了咱们那个 咱们群里面配专 咱们群里面有专门的美国律师 有事合不合法 你可以问律师 里面叫报复老妹 你去找报复老妹去吧 你里面问法律东西 你可以问律师 行 那我下了 好的 好的 拜拜 出国之前 他这个最后临门一脚 最后一脚是必须得走的 这个出国 这个去学 他是一定要学的 那如果去了以后 心里面有有这个方面阴影 或者怎么着 其实去确实需要一个大群体 在那个本地他能支持他的 我觉得这上好久没听报复老妹的 包括老妹在